今天是世界地球日 马总统下午在总统府接见环保团体代表 马总统表示关于核四的争议 一切都要等到核四通过安检之后 再去谈公投的问题 马总统今天下午在总统府内接见了 包括荒野保护协会理事长赖荣少 以及关怀生命协会创会理事长等 环保团体代表 根据环团的转述 他们向总统提出了对核四的疑虑 也向马总统表示 林毅雄对台湾的未来是非常担心 才决定要进食 马总统则是回应 如果说核四的安检未过 一切不动 如果通过安检再去谈公投